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今天我们有请请到了ARC7,一个房地产投资的一个startup的的Founder, Andy Zhao,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哎,李丁你好啊,大家好,我是Andy啊,那我这边是,我是co-founder和CEO ofARC7,那ARC7呢是一个地产的证券化的一个投资平台, 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会先用自己的自由的资金去把房子买下来, 然后买完房子之后,就给每一栋房子breakdown成固定amount of the shares, 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一个100万的房子,那拆分成1000股,那一股就是这个大概1000块, 所以根据每栋房子的价值不同,和这个拆分的股数不同,那每个房子所产生的一个单价的不同, 那我们相当于说,把这个第一波去从市场上去sauce这个deal, 去把一些有坑的这样的一些properties给去除掉,那帮助大家去更好的一个挑选的一个deal, 那下一步呢,用户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finance的情况啊,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投资偏好啊, 来去构建我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套投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会把房子统一的管理起来, 每个月会把租金按照用户持股的这个比例,分发到用户的账户当中, 那当有人去想退出的时候,他可以instead of我们过去把房子整体的卖到市场上, 那你可以去把自己的share在平台进行一个交易,那说我就类似股票一样, 我类似的一个说我这个share是想要100块钱卖,对吧, 有另一个人觉得100块钱,OK,我想买,那中间这个transition又happened了, 所以ARK7整体的操作流程就是这样,那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价值属性上呢,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降低了这个投资的门槛, 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个几十万去投这个房子, 我可能买不下了一套房子,对吧,那是首付, 那现在就是我即使有任何多的钱, 我都可以去建造属于自己的一个portfolio, 那第二点是说打破了一些过去难度上的一个壁垒, 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台上会有类似这种apartment building, 那以后会上这个commercial的property啊,这种flipping的项目啊, 嗯,那这个平时都是人们说我只有我有足够好的一个地产的一个背景, 我才能够enter into the market,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壁垒给打开, 那第三点呢是关于location上的,那我允许人们可以去走到中部啊, 东部啊,自己喜好的一些地区啊,都可以去这种这种这种远距离的一个投资, 那第四点呢是完全享受一个pacet income, 那我们统一的管理房子呢,你就不需要去deavit这个管理房子过程当中的一些 tedious work, 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我去想要进出进退的时候要更加的灵活, 那这个会形成一个市场,二级市场, 那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肯定会比股票低一些, 我们的这个自然,但它会也同时会比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地产交易要高,品质要高, 因为毕竟是share了嘛,标准化的share自这个单价降低了之后,流动性会增加, 那基本上以上呢就是ARK7说,呃,操作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呢, 也包括ARK7能够提供的一些宏观价值。 了解,了解,对,刚才你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也想起来了,就是对于这个ARK7这一些更多的背景知识, 大家可以去搜索年有果烤面包之前的某一期,我忘了名字了,会把链接放在我们show note里面, 之前Andy去做客,聊了一些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也通过那个节目认识到Andy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可能就要更多, 作为一个ARK7的用户来投资的一些一些问题,就刚才Andy你刚才这段解说非常的清晰, 我感觉估计平常你可能也经常跟这个投资人或者跟你的团队去这个介绍吗, 所以非常的这个流畅,那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就跟你说的这个ARK7 把房子买下来这过程有点关系,那那既然你是用ARK7的这个以公司的名义去买, 那这边你是找了一个commercial一个一个lander commercial mortgage 是吗, 比如说现在你们在redpin上看了一个,嗯,你感觉很好的房子不是一个坑, 你打算买了,那这个时候那你是用ARK7的公司的一个资金, 去做一个commercial一个一个商业贷款,把它买下来了, 首先先放到这个separate ALC里面这个房子holding company, 然后呢你现在比如说这个holding company已经拥有了这个房子, 现在你现在下一步要做,就是说把这个holding company, 想办法给卖给各个的individual的股东上面那里去, 是这个过程是吗,对没错,就这个这个整个的legal structure, 包括这个landing这个loan的主体呀, 它是以公司为形式,所以之所以这么做的, 刚才想要去展开的几方面原因,就是一个安全属性的一个问题, LCD具有ownership,第二个能够说很好的起到一个资产隔离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栋房子彼此之间是不会受影响的, 那也就是我作为一个用户,我投到了房子A里面, 其他用户投到房子B里面,那A和B彼此的这个financial部分是完全独立的, 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这个过程是资产隔离的。 对,那那我加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像我现在目前为止, 我没有经过任何这个commercial lending的过程, 那那这个过程跟私人的这种,呃lending有什么类似和不同吗? 有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比如说类似的地方是, 呃这个都会有不同不同市场的term嘛, 其实你说这个30年啊52吗,这个interest rate啊都会基本的架构是比较相似的, 但有不同之处,主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呃自己在做贷款的时候, 自己成为这个这个mortgage整个,它是根据信贷, 是根据你的信用记录,来去作为这个lender衡量risk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房子这种commercial的情况更多的是,呃呃房子的租金为主体。 呃第二呢就是以这个房子的呃本身为衡量媒介, 来去lender去考虑这个这个中间那个risk。 所以相对个人信贷过程当中,那么lender承担的risk也要更大一些, 于是他的interest会更高一些。 同时他的这个ltv的呃要求,ltv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50%到60%,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你个人能够做到80甚至85,对, 所以在这个commercial过程当中是不会做到这么高的。 ok等于说像比如说一般我们用私人贷款可以就给20%左右的当payment, 像你们他给的40%以上是吧40左右至少至少有40%以上。 嗯了解了解,然后刚才另外一点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呃当你买了这个房子建立了这个holding company之后, 你们会算一个总额吗?你刚才说的one million就一百万的一个总和, 然后把它分成一千股,那这个总和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总和是我们购买房子所产生的总体的成本,这个包括呃 当然这部分在website也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disclose啊, 就在呃在这个呃房子页面的user proceeding section那边, 那中间就包括了我们房子的购买价格, 包括了中间closing的这些cost, 包括了一定的legal marketing的费用, 以及呃我们平台会charge3%的一个solving fee, 呃除此之外呢每一个独立的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会reserve一部分的cash, 这个in case of我平时呃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我紧急来去调用做buffer来使用, 那以上的这一部分的一个一个cost总和加在一起, 构成了房子整个的一个marketcap, 那计算好的marketcap我们会决定说这个房子breakdown成多少钱, 那多少股sorry呃有了这两个数字做一个出发之后就决定了这个share price, 哦了解了解这个对其实这个信息在网上其实写的非常的透明, 然后我也每个每个都点开看, 因为每个也有个很很很好的一个问号, 然后点个问号就可以看到更多信息呃这个其实很我很喜欢这个feature, 然后到时候我会放个截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嗯然后呢我下一个问题刚提到了你说 这个房子的这个marketcap是根据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吗, 你还说这expense我觉得非常reasonable, 然后呢但是我看到第一个条目最大的这个大头是property sale value, 但是technically这个并不是incur的成本吧, 成本是down payment的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刚才给的那个50%的down payment, 那这个是是怎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怎么一个操作呢对, 是我们会呃因为你考虑到公司一个scale的一个问题嘛, 那呃因为每一栋房子我们先要说有一部分的down payment 来去把它先买下来,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资金的一个要求量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呃让呃当我们前期用户投入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让他的一部分从银行贷款出来的这部分资金, 会成为后续房子的一部分的电子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以一个一个额外的一个loan的一个形式, 给到了后续的房子,那同时呢后续的房子会return更多的呃更高一点的一个interest的一个利息, 所以从投资者这个角度来讲,哦第一方面我是呃计算我是以类似全款的形式买下的这种房子, 那第二个部分呢有一定的银行贷款,这部分银行贷款也会产生额外的一些interest的, 所以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的operating的部分收入会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收入是房子租金的一个收入,第二部分呢是呃之前提到的, 因为我也同时会用这笔钱给后续房子做了电子呢, 他配了我一个高的一个interest,那这个interest的减掉,呃减掉对于银行的这一部分的啊interest之后, 他会形成一个interest的income,所以个人投资的呃这会有两部分的一个收入,一部分 rental income,一部分是interest的银行。 了解这个其实就是上面写的cash dividend里面的debt leverage的这个部分是吗?对没错。 对这个其实我我不太不太懂啊,那现在就看到百分比,比如说百分之0.72,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意味着每年我会有额外的0.72的一个收入,在作为作为这个interest的一个加差。 啊,所以这个term我们也在考量,就是怎么样去用一个更better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呃,一个新型的一种操作方法,那在这种操作方法之下呢,怎么样去给他更好的一个定义,我们在衡量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对。 了解,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这个让我表达得更多了一点点。然后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投资者,比如说我买了一股这个房子的话,就你现在有一千股,然后买了一股的话,那我实际上是拥有这个房子的百分之一,一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这样子,对吧。嗯。 嗯。然后呢,我卖的是固定的股数就不会有,不会有增减。所以不同于股票的地方在于,他不会有逮留。 那么我持有的这个比例是房子的百分之一,那就是百分之一。以后假如说我这个房子某一天我呃,卖卖回给了市场上。 那卖掉的这部分钱就会根据大家的这个比例来去进行一个分配。 了解。那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beats leverage 的时候,那我感觉我一个直观的感受可能是可能不太准确的这种感受是。 嗯。这个从用户投资的角度来说,那其实他这个利息看起来好像有点低啊。因为呃,他其实相当于是在全款买一个房的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他对吧,他等于说失去了。假设假设一个用户,假设他现在比如说有20万的一个现金。 然后他如果去自己买一个投资房给20%的当配门的话。那他可以有一个5倍的杠杆。然后然后这样子的。 但是他如果来买一个这个RX7的一个投资的话,那么他相当于失去了这个杠杆。 然后呢他in return,像你刚才说的,他得到的是一个interest的一个一个加成。 但因为这interest只有0.72%,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因为我不是学。 太多这个金融了。那这个,但我直观感觉好像跟这个5倍的杠杆还有点差距。 这个这个东西原因,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可以可以。呃,这个是这样啊。 就说我在跟大家一起聊的过程当中,或者跟我们用户说的过程当中。 目前我们是没有加杠杆,就是从这个你说5倍杠杆这个,这个尺度上来衡量。 我们其实并没有加加上说我投资过程当中的一个杠杆。 在这个里面呢。那未来能不能加呢?未来是有可能会加的。 但是现在没有,你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嗯,那一步一步往前做。那,呃,考量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实际上,如果我手里边有20万的话。 那我可能自己去买一栋房子。那它有一定的好处。 这个prose和cons买在这里,如果它的prose就include,我可以加杠杆。 它的cons可能include就在于说,我的投资不够diverse。 我的,呃,这个风险会偏高。 我对于房子管理过程当中,我需要,呃,involve更多的一个tds的一个work和精力。 那么你说它的好处,从这个加杠杆的好处,未来可能会收益会更高。 对吧?收益更高,风险也会,risk也会更大。 那对于ARK7这里来呢,就是说我,同时我没有那么高的风险的时候,我也会更更加安全一些。 那第一,我可以做这种diverse的一个investment。 那第二呢,我可以说,呃,对于这个,这个房子整个这个管理过程当中。 那ARK7来管,那也会量,随着量的一个增大呢,会更加的一个专业化。 那不许比自己管理房子的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那,嗯,第三点呢,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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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interest的这部分的一个投资回报嘛。 它是,它也是随着一个市场的一个涨幅,随着你的租金部分涨幅,随着房价的一个上涨。 这个都会享受到的嘛。所以从投资者,投ARK7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还是走的是一个跟realized market相关的一个投资。 就是享受这个部分的appreciation,享受跟这部分的rendal income。 那确实它的反应的尺度上是没有加杠的。 了解,了解。那其实对,刚才你说的这三点,其实我可能我个人最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也感觉是最容易看到的,就diverse嘛。我20万,我自己买房子,那就就一个房子。 我说托ARK7我可以投资10个,甚至20个,反正每个买一股都算投资嘛。 但是后面两点,我可能暂时我还没有看得太清晰了,因为那个自己买一个房子也可以找一个property management,反正他也就收一个。 这个industry market rate,反正他5%到10%不等看看地区。 然后appreciation像你刚才说的也是一样嘛,就是反正房子升值总能够总能够升的。 嗯,对,然后那这个这个其实也就刚才你也提到,假设一个人有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有200万现金,那可能他可能一个更更effective的方式,可能去10个地方买10个房子,对吧。 这样子他就可能也是个比较好的方式,但对于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多损款,可能只有2000块钱的一个一个一个呃投资者,可能ARK7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方式。 对,没错,我非常echo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当人们非常有这个资金是比较充裕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整栋整栋房子买,我买5个买个10个,它其实也呈现出这个diverse的一个效果了。 那我也可以从不同的地区买,既然我能买10个房子的话,我可以东部买3个,中部买3个,西部买3个,对吧。 那他就呈现出这个diverse能够去降低你整个investment的一个risk的一个情况。 于我而言呢,就说我为什么会做ARK7或者说我早期想到这个事是跟也跟自己切身相关,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说投地产。 但投地产的过程当中我在想思考到底是什么最吸引我的。那我会感觉是这个地产给我带来的一种更加一个安全感。 所以它是一种投资就是我不用操心我晚上能睡得着觉,不用会担心我第二天这个可能像股票我会wari about我是不是这个整个capital会被腰斩是吧。 那那地产可能不会是这样,所以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重要的那个因素是安全感。那我衡量我当时参与的所有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方式,就包括我是自己。 哎就是第一是我自己买房子嘛,自己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risky的,就我只买了一套。那我只买了一套就相当于把我所有的ix放到一个basket里边,这个时候的风险会比较大。于是。 人们才渐渐的去有人会参与到另外一些solution当中,就我去做一些这个rate啊,就是这种基金啊,或者我找找一些sindication啊,甚至有几个朋友一起co-op去买房子。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核心的motivation是diverse我的portfolio,尽可能能办法降低。 但是我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最,我还是有痛点。 我还是有痛点,痛点会在什么地方呢?痛点是我会担忧,因为我投的不是房子了。 我投的变成了,从房子变成了人。我的决策因素变成了我要去考量我投的这个基金它是不是靠谱,它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要考量我投的这个朋友,或者说这个sindicator,它到底靠靠得住。 所以这个因素会有变了,那这个因素变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哎,我投大一点,它的return没有那么高。 然后我为了return,如果偏return呢,我会投小一点,它风险反而很大。 所以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矛盾。那后来直到有一天说,哎,想到Ark7这个想法之后,那我会觉得投房子,它就应该回归它原始。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能投,因为你决策的因素就是房子的location,加上房子的condition,决定了appreciation加cashflow。 对吧,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去参与到里边。 那么Ark7就说,当我先把房子买下来的时候,把数据,location的数据,finance的数据,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那我作为选择的方式,就依赖于这些数据就好了。 所以这个Ark7的模式上,会更加的这个回归原始。 然后我们通过legal的structure,通过我们每年会把独立房子的financial statement给披露出来。 我们通过第三方的auditor的一个firm去把FS给audit过。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更透明,管理会更细力度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个trust我会觉得基于的第一点是房子的数据本身。 第二点是通过机制来保证你这个平台的一个可信性。 然后刨掉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呢,那就没有其他的了。 所以没有其他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完全我就可以坐在电脑后边,我去make这个investment的一个decision。 就类似股票一样,你就直接买就行了。 再也我把房子整体的管理起来,做到这个整个房子我们一起管理之后, 那么tds的work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完全一个passive income。 这一点是我觉得arc7会对比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选择, 会让我觉得可能舒服的地方。 那我会觉得它是我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价值所在。 那它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有可能会解决其他人的问题。 于是我才说,那就出来把这个事做起来了。 对对对,然后那这当然这个希望就是说这个问题被这个痛点被足够多的人share到。 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用户吗。 对,刚才你提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呃这个。 这个回报率基本上都是跟风险多多少有一个正正相关的关系吗? 那不然的话,大家肯定会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然后风险最低那个。 所以一般都是个balance,一个吹到对。 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了,就自己足够多的资金的情况下,自己去买一栋房子的话。 那这个是回报率可能是比较高的,但它也很风险。 可能是房子是一个不好的房子。 然后那个地区可能未来会不好了。 然后呢,像你刚才说的这个rate呀什么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偏大盘的方向的。 那可能风险稍微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回报率也低一点点。 那我我理解的风险的另外一方面是数量吗?对吧。 那就是说那对吧,就是说你说这个手机滑手机坏手机。 对那总会有一些屏幕,它就有个坏点,那你就得去修,然后修就要花钱。 然后那那这也是说我刚才说到的就是作为一个。 起步的投资人,如果你把全部的寄托一个房子的话。 有可能你能赚很多的钱,赚很多的租金。 但也有可能说这个房子,他比如说地基就是有一个问题。 他两年后就要就要就要协了房子什么的。 这就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呢,那比如说假设我不知道有多少房子。 假设比如有50个房子,然后我每个房子我买一股股票。 那其实是很diversify的一种方式了。但是那与此相比的话。 那比如瑞斯对吧,我我投资进去。 我不知道我买多少房子。 因为他像你说的嘛,他层层这个这个剥削。 可能可能投资了很多的房子。 两个topic。你说的你觉得topic更像是说,我用更。 更加diverse的一个情形式来去说lower我的一个risk。 那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逻辑上它是它是make sense。 就是我在我在随着我的量会越diverse,我会越趋向于稳定。 对。 但是它会不会说让我的return更高。 或者说这个这个也有其他的考量因素。 对。 嗯,有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就可能是我们选。 选这些房子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投资的那些决策。 是包括了说我们看房子之前做inspection来去判断它是不是有坑的。 这些。 这些。 预警的事情。 所以versus就是我个人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你说它的地基有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example。 就。 我在我们在每买一栋房子之前会对它做各种各样的inspection, 包括home inspection,包括这个termat inspection,包括这个这个engineering的inspection, 就是structure的inspection,来去确保它不会有各种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也会去screen当前如果存在的time,它不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在背后当中会有蛮多的一些事情,effort,来去保证。 来去也不叫保证,来去尽可能的minimize你所产生的这个risk。 所以这是我其实认为的,就lower这个risk它的原理在于expertise。 你选deal的人,或者说你能够把对市场的realized的expertise应用在选deal当中, 或者说我选房子当中,这个是降低risk它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说这个expertise从何处而来,其实是讨论的一个关键。 那我会觉得expertise的来源在于你管理的房源的数量的增大,增多。 就是你经历的多,你见的多了吗?怎么见的多了,你就你就那个坑你一眼就见到了。 就比如说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了很多deal之后,我就发现,某一般这个deal如果是在市场上多余停留了超过了1802天。 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一些类似的这些事情,就可能即使它给你呈现出的一些numbers是比较耀眼的一些numbers。 但是它背后有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做一些dots的。那还有就在,就是市场是蛮不发霸门的。 因为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它能够给你呈现的那些numbers,实际上有可能你需要去自己的,要去挖掘,要去调查的。 才能够valid的这是一个ok或者怎么样,或者中间或者什么的一个问题。这里边可能包括房子本身的问题,也可能包括permit的问题,也可能包括它会蛮多的一个可能性。 但随着你见的一个多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就知道如何去做了。那除了选房子之外呢,管房子也是另外一个challenge。 对你在管房子过程当中,你是要跟租客拿调调的。你就要跟租客去,你的使命是要给他deliver一个更好的一个rental的experience。 进而他更愿意住在你这里,或者更愿意接受你的这个租赁的一个服务中间不出不必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管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体会到很多事情是,尤其管房子这件事情,它是一个preventive的一个work。 就你中间,比如有一些垃圾什么东西,他每周要收,那每周四要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worker,是周四早晨要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个notice。这个notification是,你不要在早晨的时候block这个垃圾的一个收力。 所以你block,当你block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会bring into trouble。 所以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预警的这样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在于租客跟我们之间的沟通,那么我们要把它on paper。 就我们给他们开发Renter's App,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目的是,他能够更好的一个交房租。 那第二个呢,所有的沟通过程当中,都是有记录备案的,有记录可循的。 那在效率的提升上,如果有什么,就我经常会看到一个case,就如果你用email来去沟通,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电话短信来沟通的时候,他租客会打电话,告诉你说,我这是坏了。 哪坏了呢? 哪坏了呢? 他不跟你说,他就说我这个门坏了。 怎么坏了呢?你要去问他。 可是这个有效的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沟通,就是说,哦,我这个门是什么样子?我趴,我拍个照片给你。 然后我指出来这是怎么坏的,这个情况是什么。 那包括门啊,包括这个电器啊,包括他,其实他虽然的很多,但是他是一个高度repeatable的一个work。 所以他能不能流程化呢?你想你想一下,我拿出一个手机来,我要report一个issue,然后这个issue我是分门别类的,他是关于什么的,关于什么的。 然后这个常见的一些情况,常见的一些事情都能够得到一个solution,或者他也会更方便于双方的一个沟通。那么这个体验会不会很好。 就我,我在描述之前的这些过程当中呢,可能回归的一个本质,其实咱俩这是非常agreed的本质,就在于说,iservities能够给你带来更加好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return,和更低的一个cost。 那这一点上,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更加极致,比rate可能会更加极致一些,因为有些,包括你说,这个e-rate,包括你说这种signification,它实际上是,它背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堆人在管的房子呢,它不是我一个一家在管的房子。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基金,我后边有好多家。 独立的。对。对,刚才,对,刚才我感觉我,像你刚才说的吗,我非常同意的一点,就是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expertise,然后随着你接触的deal越来越多,你,你看房子的这个,这个准度也越来越高吗。 然后,但就是也有一点,我只是想跟人家听众,in case,我们这个first time homebuyer,这个有有听这个节目的,就是inspection reports,和各种termite,structural report,他们都是能够降低风险。 但是毕竟一个房子,它特别至少,比如在西雅图周边的很多房子,它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房龄,它一个三小时的inspection,它并不能够看透这100年发生的所有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有各种lemon的情况出现,你如果踩中了一个雷,那就还是一个雷。嗯,只有在长期的居住和维护的过程中,才会逐渐的发现一些,一些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所以说我刚才一直advocate,就是说,那要降低风险,我个人的观点就是ultimate的观点就是,得用数量去升。 因为你一旦没有数量的话,你总就会有雷的,就你再努力,再努力,它终会有雷,无论是租客的雷呢,还是什么的雷,总会有出现的。 对对对,嗯,或者说是棕林变了,对吧,这个棕林突然变得不不不不友好了,对吧,公司都走了,如果租金下降了,那就是个不好的投资标的,你就得把它给给给出手,给给给弄掉了。 今天我这边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呃,可能就是就是跟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人们投资,呃,房地产方面需要piece of mind 这一点了。 嗯,像我在很多年前可能也是习惯投资一股一股的股票吗,然后后来就感觉哎呀,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投资,真正投资可能是要投资更加稳定一点的大盘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反正我也是很少投个股,基本上都会挑一些就是某些index吧,有小index,大index,反正我不会不因为看某一个公司我真的看不太准,我也不太了解每个公司的财报,我也不去分析这些东西的。 嗯,然后呢,这个,这个,所以可以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这个是piece of mind,我就不用每天看这一个公司的股价上下波动了。 嗯,嗯,但同时我也会看中这个这个投资回报率吗,那如果说有一个某一个大盘,他过去10年都做了特别差,那我也没有理由投资这个大盘,我会投资那些过去10年过的还行呢。 然后我可能希望今后10年也差不多这样,我就挺满意的。然后不要太差也行。 然后呢,作为这个x7这边的话呢,这个投资回报率,现在这个是怎么怎么计算的呢? 特别是现在现在买卖家不够多的情况下,比如说那那现在我看2000股都是一个价格在卖吗,对吧? 那等于说那这比如说在这4个月内,这一只股票就没有没有涨跌的,因为他一直在卖吗?对吧? 对,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嗯,你先说最近的这个,我们说,呃,对于Rx7的情况下,我们价格会不会上下浮动呢? 会,那目前处于一个公司,还处于一个startup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并没有完全上限我们的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平台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也取决于说我们要积累足够多的用户,同时我们的产品要打磨的足够好用。 嗯,那有了这个情况下,我们上限这一部分呢,人们去做这个trading吧,做会会更加顺畅。 嗯,所以这是我们有一个one year的minimal holding period,目前为止我们夹在了这里。 所以大家还没有说,呃,这个,呃,到达这个lockdown的一个时间,时间周期啊。第一批用户会什么时候到这个lockdown period呢?第一批用户的话。 呃,这个可能再过个,再过个几个月半年这个样子。OK,那比如说半年后,他们要打算说那holding period到了,那么打算卖了,他们这个价格是怎么定的呢? 这个价格,早期的用户会投三套房子吧,这个跟前房子也有关系。啊,那前三套房子,我们有redemption的一个program。 这个redemption,换句话说再退后一点啊,就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用户退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我投投了rx7什么,我到底有什么样一些推出的方法。 那之前前三套房子呢,有一个redemption的program,就它可以。 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put,一个option,有一个,有一个option,不能叫put option。 就是它有一个option,这个option是能够以固定的协议好的一个价格,把它直接执行卖给公司。 那这是前三套房子,我们给给到大家,就是他们随时有两年之内可以trigger这个事。 那,嗯,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会再把我的share,类似说我要卖给其他人。 那,以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流动性,那它大家有的一个担忧,就是我,我想卖,那没有人来买,会怎么办? 就是你的平台activity user不够多怎么办? 那,于是我们还有说一个第三种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我们每两年会evaluate一下每一栋房子。 就是说给他的holding的holder,shareholder,去做一个这个surveyor,vote,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持有意愿。 就是你是不是想要把房子卖到市场上?如果,嗯,超过这个多数,啊,三分之二的人的voting的一个power,是觉得我希望把房子卖出,达到退出的目的。 因为我二级市场我想卖,我想退出,但是你的,那我实在买,没人买,这个时候他才会集体会有这样一个意愿。 那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会把房子去卖到市场上,然后卖掉之后呢,会根据大家的持股的这个比例,然后分掉这一部分房子会销售之后的这部分的钱。 那这有点意思。所以总总而言之,就从用户的想,因为exit也是他会达到piece of mind的一种,一个方面。 所以这一块我们是肯定,我们是,我会觉得是我们最上心的一个部分。 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说,只要大家有share,然后以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 如果说我在足够短的时间,比如说一天两天之内,我就能够把它变现。 这个事情就会是一个非常大huge的一个plus,对于品牌来讲。 是对啊,那这个做做那样的其实就是一个流动性的股票了吗?如果能做一下股票那样那样交易,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吗? 对啊,对这个在后续会有,会有额外的一些,啊,我们的一些feature啊和,啊,一些strategy啊,会后续的会。 做出来,但,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讲本身的话,我会认为我们至少总结下来,第一点是至少要给人们提供退出的方式。 第二点呢,是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人们想退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更舒服更快速的退掉。 对了解了解,那最后就问一下你们ux7的这个公司发展的这个大概的这种计划是什么样呢?就是打算是,嗯,是目标是要manage很多很多的房子,还是说你们的目标是房子的数量,还是说manage的这个assets总量,还是什么呢? 哦,肯定是追求的有多方面的目标啊,那核心还是要带给人们更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安全感像你说的来源于diversify,那在这个尺度上我们要有更多不同地区的房子,能够作为选择。 它同时也不仅仅是地区也包括了房子的类型,这个diversify,那么包括apartment building,single family啊,包括甚至包括房管的方式,你说这个长租短租,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过程当中给逐步给大家提到,提供出这项一些options。 那还有更多的一些方面的一个diversion,这个dimension,那这是我们要去努力去做的目标之一方向之一,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在使用的这个体验上,要足够多的舒适流畅,所以我们去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并没有在意说,让做更多的marketing的推广啊,没有没怎么做这个方式。 就重点还是在于,我们要去打磨我们的产品,所以现在平台上有三千多个注册用户,那这些人就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feedback来让我们目前的website已经跑得非常顺畅了,他们使用过程当中体验,我们把这些部分都尽可能多的去跟他们回访,收集,然后去迭代我们的产品website做好。 然后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就开始开发了我们的mobileweb,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后边我们在做的是mobile这一块,我要打磨出这个产品嘛,我们也在招募这个种子用户,那这个种子用户能够去给我们跟website一样提供更多的feedback,把mobile打造,打造的很人们更易用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然后最近也是mobile city user programming说in return,我们就感谢大家的一个帮忙,那在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愿意去share我们公司自己的股票,就给到大家share整个公司的一个future了。 所以这个是我会觉得回答刚才那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要让用户体验是我们一直在抓的,努力做的一个方向。 那至于你说房子的量嘛,我也在意,但房子在意房子的量的本身是我要在意对于房管部分的优化,这个优化在于说让租客能够舒服,让流程更加的顺畅,让我们内部的管房子的这些人,我们不依赖于,不过分的依赖于他们的experties,或者说经验experience。 那我们能够让整个系统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能够说呃,让他做的第一保持更专业,第二保持说效率更高。 那这些是我觉得我会在意的方向啊,那至于未来的你说管理多少套房子呢,我们就就往前走,往前看吧。 挺好的,挺好的。嗯,对我这边的想讨论的话题就讨论完了,这个啊,那个今天跟Andy的讨论非常的好,最后跟最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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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节目之前。 Andy有什么想跟这个观众们最后说的话吗?我希望就是可能前面呃,有一些呃,涉及到一些逻辑性的问题啊,就是希望就是抽比较抽象的一些问题。 今天也也也也只有说语言的一种形式未必能够解析的。 。 形象或者生动,嗯,嗯,那这个,就这个先先说句抱歉啊,那然后后面呢,就很感谢,很感谢李丁这边,很感谢大家,然后我们这边就,呃,就一直专注于努力把这件事情做的更好吧,做对对人们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价值。 所以社会能够,嗯,提升这个整个的一个Efficiency。这个我们就是在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我也会把RX7的链接放在下面,也会把我的那个referfer code放在下面,只要大家投资了两万五,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gift card。 哈哈哈,对对对对,反正还是之前那句话了,就是投资有风险,大家这个请自己了解RX7的各方面的信息,然后我看到这个Andy这个背景上面也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二维码,去一对一的聊天。 那边了解更多的这种相关信息做出一个符合自己呃,当前的这个风险和回报率的一个一个选择。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嗯,谢谢大家,嗯,拜拜,感谢感谢,嗯,拜拜。 谢谢你对李丁聊天室官方网站的订阅。每期的播客节目都是免费收听收看,同时李丁也开始提供付费会员内容。 点击李丁泽宇.com网页上方的目录,查看目前的付费内容列表。 短期的目标是能够自负盈亏,能够cover每个月服务器,CDN内容分发,域名等等的开销,大概在50刀左右一个月。 所以目标是10个付费用户。如果你对付费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如果你对付费内容不感兴趣,也可以付费订阅支持李丁的持续创作。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